好了,终于来到汽肉了 今集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移民官之前要带什么文件 还有要跟大家讲一下面试之前要自己有什么准备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英文字眼 到第二辑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日去安检 甚至是面试官问了我什么问题 因为我不想影片太长,我又做得很辛苦,又打得很长,又出片晚 所以我就分为两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首先记得给个like我,subscribe我channel 给个comment我,share给你的朋友,如果他准备要去面试 那我就正式开始啦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面试之前要执行李 如果你不是请律师的话,预备的文件也很多 首先要带一封面试信 这个面试信的名字叫i797c i797c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下面它写得很清楚 就给你和你未婚夫 结婚了,老公就带一些资料过来 首先就是你的照片是由政府发出的证明文件 例如是passport,或者是你的EAD EAD的意思就是你的工作证明文件 即是你的临时许可证 因为它会印了你的样子,你的卡,你的名字 那时候我是整份带的,没有拆出来 因为里面有张卡,我免得不见 那我就整份信给它 到时就会问你拿去影印,或者你自己影印也可以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i693 这份form是medical examination and vaccination record 那就是你的bodycheck的报告 有没有一些细菌感染过,或者是打针你打过 或者是你抽血的情况怎么样 你健不健康啊 因为我记得我10月的时候有拍过一段片 就说来到美国的时候就说要bodycheck 那是美国移民局要求的 所以大家如果那个公司诊所寄了一封信给你的时候 记得不要拆开 如果移民局是要求你寄回给他 就寄回给他 不过你自己记得要寄回一份记录给自己 甚至你记失了你也有证明 这个i693一定要带回去 除非你已经交了给移民局 否则的话你也要带个证本过去 那我就不用带了,因为律师帮我们交了 第三个方法就是i864 就是你另一半的财务经济的support 证明你老公有工作 他这一年是在养你 因为你都知道美国是不能养穷人的嘛 你也可以移民的 i864就是你另一半去sponsor你的时候 他有个证明文件 如果他没有这些证明文件 那你也有量单的嘛 有test的交税表 你也可以申请给移民局看 可能每小时每星期你赚多少钱 至少要交两个月的 就是刚刚这两个月的情况 我们就交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带了 另外就是 让我看一下 或者你曾经被移民局取消 或者拒绝你那个fiancé的文件 拒绝过 那你如果曾经被拒绝过的这些文件 你都要带的 因为证明你是曾经申请了第二次才成功 也有一个EAD 刚才我说的 i766 那你也要带这封信 那如果你有SSN的信 你也要带上去 那我当时也带了过去 是没有拆开的 因为我也免得犯了 另外一些就是 例如说有没有一些政府下包庇 保佑你可能申请过来 又或者是有些form 你是曾经被拒绝过入境 例如旅游签证那些 那你所有的form 你都要记得带去 那个form 叫做i512和i571 如果你曾经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你就不需要理会了 另外就是 看看 另一份form 就是你刚刚进来美国 那个叫arrival 和departure record 就是i94 如果你刚刚来美国结婚 我记得之前 我有拍过一集 就说正常应该有个 空姐给你填一份form 证明你入境 有个i94 原来是自己上网去申请 现在就不是机场派给你了 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那天律师问我们 有没有这份form 我说没有 那个空姐 或者美国入境处 没有派给我的 原来是上网申请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上google 按i94 然后上网打份资料 打完之后很简单 是一个travel history的record 打完之后就print出来 如果那时有请律师 就叫你帮你寄一封信 不然的话 你就自己要自行交给移民局 那当中你要填些什么资料呢 就是说你入境的时间 即是你的日子 申请什么class of admission 就是你是K1 visa 如果你不是K1 你就填其他 例如说你到期时间是什么时候 甚至你名字 出生日期 你的passport number 以及你的country 这样的 那i94 就像一张纸 那你就记得要印出来 那到时你要自己带去的 那另外呢 就是 什么form呢 这份form真的很重要 就是i405 i405不单止自己填资料 你老公也要填的 那甚至乎要填你家里的背景资料 那这个呢 就是 遲下再和大家说一下有什么作用 是的 自己出生纸要带 你老公的出生纸要带 是说正本 那如果你最好 就是make copy给他 因为他都鼓励你自己去make a soft copy 如果你说我家里没有这些 又不想出去影音 你都要带去问他 可不可以帮你影音都可以 是的 那就 没有了 还有你结婚证书 证明文件 为什么你的结婚证书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 证明你真的结了婚 第二就是 你要证明文件你结了婚 例如你有没有照片 有没有公开过在社交媒体 例如Facebook VMe WeChat WhatsApp 甚至乎是你的Instagram 之类的东西 如果你有的话 就做copy 就是print出来 然后给官看 有没有人去回应 有feedback 有没有说congratulation 这些字眼都要认出来 因为他甚至乎你真的假结婚 有秘密结婚 另外第二页他都要你要求 另一半要带一个叫做Evidence of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or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就是他有美国身份 你另一半要带一个 如果不然的话 就会证明他如何帮你申请过来 另外就是 你这些银行的Statement 以及你的Insurance document 例如你本身老公是有买开哪间保险公司的 有你的名字 有没有联名户口 有联名的银行户口 有没有Test Returns 有没有Property Documents 例如家屋是否自己住 还是跟老爷奶奶住 或者跟他家人住 不知道 有没有车 有没有楼 有没有楼 这些文件都要写 还有没有Credit Card 有没有Photo 有没有Contracts 是签过 有没有租屋住 如果租屋住有什么文件证明 这些所有东西都要给官 另外就是 主要是这些 这些文件 如果你有请律师 大部份的文件 早就已经交了 我那天就是带了什么 就是带了这封信 还有带了SSN 那封信 还有Employment EAD 那封信 大概都没有了 还有我自己上网額外印了 大家给我的祝福 留言 之类的东西 其他那些 因为我们已经一早都交了 所以它的电脑是会有显示的 如果你是自己申请的话 你要确定自己有Copy 还有要寄出去 如果不是的话 就实在很危险 因为带漏了一件文件 都有机会不批 看看官是否松手 这个就是我现在要分享的文件 好了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说面试之前 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忙 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片 就是因为我家很努力地 玩Eye 405 这份form 因为这份form 都是我面试很紧张的关头 它会移民局问我什么问题 那你说我自己可不可以提早玩呢 都可以的 不过你要确定英文 你要识读 那你说我 有没有一些翻译人员是有的 那我记得律师跟我说过 你请不请翻译 我就说不请 是的 原因我想试试自己去听 是的 那如果他说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在reception 里 跟女生说 就说要有请什么翻译人 帮你和你翻译 那应该是免费的 是的 好了 那我现在分享一下 几个生字 就是关于移民局 或者你自己要预备的问题 因为这些字眼 多数你看美国新闻都会知道 好像我老公那样 我一问他 他完全都知道了 例如是bootlaking bootlaking 就是你有没有做过盗版 做过盗版生意 第二个就是prostitution 就是有没有卖淫 从事卖淫工作 或者是自己做卖淫的生意 第三个就是deportation 曾经有没有申请过来美国移民 但是因为你是过了预期的居留 就被放逐出境 第四个就是 让我看看 plural 有没有假释 曾经犯过法 可能假释 或者是怎么样 第五个就是 有没有做过童工 例如child pluralgraphic 有没有跟儿童肖像有关 之类的东西 这几个都跟自己 平时看新闻都有刺身的关系 你听得多 就会对这些字眼 觉得没问题 如果你平时很少听 好像我那样 都要读熟他 记得他读了什么英文 都不用担心的 你真的会有翻译的 你到时去到Reception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他 可不可以帮我请翻译 你告诉他 你大概说什么的语言 普通话应该是居多的 那广东话有没有呢 我就不清楚 因为当天其实我没有请翻译 我都是靠自己去面试 这集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 我subscribe我channel share给你的朋友 记得留言给我 那我们第二集 就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进去这个移民局的时候 是如何去注意这个安检 以及官方又问了些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不要错过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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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